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我们在听汤教授那天的分析呢 你就会发现说呢 就柯文哲来讲 我很早就讲过了 柯文哲呢 他并不以下架民进党为最重要的目标 所以呢 他就是在求民众党的极大化 如果呢 他有幸当选的话呢 其实他最优先的合作对象 不是像国民党现在呢 非常想要的就是非绿联盟 然后下架这个民进党 他是会提名民进党当候选人的 就不管是说到时候蓝白如果加起来 蓝白如果加起来 在国会过半数的话 他其实也可以提名这个蓝白盒 而且是蓝莹的人当行政院长嘛 因为呢 沈大佬之前的时候呢 就很笃定说 哎呀民众党没有人啦 然后这个他要提名的话呢 一定要找这个国民党的人 嗯 那他自己啊 他自己之前的时候 又在被问到另外一个 就另外的一个场合被问到的时候 他就说 哎郭台铭是不是适合当 这个行政院长 他说他心里面想的呢 是 他说郭台铭年纪太大了啊 他心里面想的那种生意人呢 企业界的人是零信义 第一个零信义的年纪呢 也比这个郭台铭大 这个柯P呢 脑筋呢 没想清楚 没转过来 他搞错了 第二个呢 林信义也不是蓝的啊 林信义也是在 也是在陈水扁时代的时候 他当时被陈水扁重用的这个经济部长 他是找他当经济部长嘛 后来呢 又当了这个行政院副业长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是这样啊 就说 所以柯文哲的 就柯文哲的底来讲 他真的还是绿的啊 他真的还是绿的 就说他对他的最大的 这个目标来说 他说啊这个跟这个 国民党没讲那蓝白河蓝白河 国民党也没来谈啊 那这要怎么谈啊 而且我觉得根深蒂固的啊 你他自己呢 当初出来选的时候 说他因为说他们家是228事件的 受难者的家家属嘛 被牵连人的这个家属 所以他的那个骨子里面 他们对于国民党的这个政权的 那个痛恨我觉得是在的啊 我已经讲了好几次了 他当初是因为要去大陆的关系 要展现呢 他有能力啊 大陆可以处理啊 大陆可以接受他啊 他可以处理两岸问题 大陆可以接受他 所以他就讲了两岸一家亲啊 但是呢 他这个根深蒂固的来讲 我认为呢 他不认 他虽然讲了两岸一家亲 但是呢我并不认为 他所举的这个两岸一家亲 背后更深的那个大陆跟台湾同属 一个中国他会认可这件事情啊 柯文哲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 那你的这个两岸一家亲的 这个成分的纯粹度 纯粹度和那个包容度就不够嘛 你如果说只是在还是一个 以台湾为主体的 然后呢你到底觉不觉得台湾跟中国 台湾跟大陆同属一中 那这就就很很清楚的显示 他在这个政治的意识形态上面 他还是接近他还是接近 呃民进党的啊 就算过去是末绿 现在变潜绿 他还是绿的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从政党的发展来讲的话 其实呢他跟民进党合作 只是要看民进党和不跟 跟他合作啦 他跟民进党合作 跟比跟那个呃国民党合作 来得好啊 因为呢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看到 这个呃选选票啊 我们清楚的看到这个 选票的这个走向 民众党现在呢要拿到绿营的票呢 是非常非常低的啊 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啊 那所以呢嗯就政党的发展来讲 他比如说我举区域立委为例 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呢 呃我拉掉这个拉掉这个国民党 我下次呢还有机会当选哦 因为就是变成是呃白绿对决嘛 可是呢如果我这一次呢 我不参选让国民党的这个区域立委 当选的话他们在地方上面的这样子经营的 根越扎越深国民党啦哈那我民众党 要想取代的机会呢就不高了哈 所以从政党的发展来看是如此的啊 这个就是很很微妙啦 在总统大选的这个部分呢呃 他跟赖清德呢是墨绿和浅绿 可是在立委的这个部分呢 他他们却又是一个呃深蓝跟淡蓝 好那所以呃柯文哲呢有没有办法呢 两边呢都得力哈两边都得力 所以就说哇一方面呢 既在总统大选上呢彻底的边缘化了侯友宜 把侯友宜让侯友宜给弃掉 然后在呃立委的选举上面呢 他就算呢不能够呢拉下这个 他就算不能够呃自己不能够当选 也能够拉下这个呃国民党的 然后反而是助了这个呃民进党在区域立委上面大所 在这样的这个情形之下呢 你觉得民进党会基于就说哎我们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默契在 所以我就提名你当行政院院长吗啊呃 呃就说如果柯文哲没有当选总统啊 然后我就提名你当行政院长 我觉得柯文哲如果这样想的话就太天真了啦啊 因为呢以民进党的过去吃毒食的习惯 他在他在这个呃他在两千年陈水扁的时候 他人家少数执政他都他都撑了八年了 我干嘛我如果是国会最大党我干嘛还提名你啊 柯文哲就想多了啊那柯文哲呢说他会提名呃民进党的 人当这个隔魁我觉得他也就是对于呃民进党释放出这个感感蓝枝了啊这我们没有那么的那个那你们也不要对我杀的太太狠啊所以我最想问的就是我们那天在嗯网路上面呢有一位朋友全名我忘记了啊但是就是来自左营的啊一位眷村的子弟啊他就说他会如果郭董不出来他会投柯文哲啊那如果说 柯文哲还是要柯文哲他如果当选他会支持呃他会提名民进党的人当隔魁的话那你还要支持柯文哲吗那如果说柯文哲呢当不了当不了呃当选不了总统啊然后呢他在各个地方呢遍地开花提区域立委的结果呢不但拉下了不但拉下了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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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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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的這個根結呢 其實都還是在侯友宜身上啦 昨天呢 檢方呢在胃藥案上面呢 通通都不起訴 這個對於侯友宜來說呢 照道理說應該是一個正面的 可是呢 他就是個正面的 但是能不能讓他的民調 有底攀升呢 不知道 進發進去去去去 沒有立場 怎麼有流量就怎麼來 是的 你說的很對 但是我覺得克文哲他心裡面 還是有一些 還是有他的這些的立場啦 但是呢他之所以 還是有他的一定的政治意識形態啦 嗯 還是比較偏 還是比較偏綠啦 那他為什麼會常常失言 常常講錯話呢 就為了北流的事情 就罵底下的人是太賤 我覺得這個就跟他沒有信仰 沒有理念有關 就他的理念呢 並不堅定 他也沒有什麼 他不堅定 然後他沒有什麼太真實的信仰 所以說呢 他才會 就是 隨時就是可以轉來轉去 變來變去 然後他每次的講的那話呢 都是最有利他當下的 他當下的這個處境 或者是說 嗯 最能反映他當時的這個心情 你看他之前的時候呢 說北流要是一個沒有政治的地方 那個時候好像講這種話 然後做這樣的規定 很符合他的這個什麼白色力量啊 這個政黨都是垃圾啊 通通都要通通都要燒掉啊 可是呢 當等到會對跟自己利益相關的時候呢 你看他那種 希望藉由這個行政 行政的這個力量佔盡資源 用這種用政治 用政治的力量去介入 用政治的勢力去介入 這些行政法人啊 這些文化這個機構 他不就是還是 他跟 他跟 那個政治人物 被他口中罵的那些垃圾有差別嗎 一樣啊 然後他就是因為他沒有立場 他沒有真實的信念跟信仰 所以他就會 他就會倒來倒去倒來倒去啊 一會兒 可以藍 可以綠 可以劈綠 有時候還可以有點帶紅的 就這樣啊 這Aaron你下的這個標題不錯 兩岸沒戰爭 何能不缺電 社會無詐騙 不錯 嗯 這個不錯 應該可以來當slogan Pick Lay說是 侯 郭 侯 韓 朱 身段不能低 恩怨不能放 自私利 黃潤 國家人民 掛嘴上 講得好 講得太好了 有位青年說 郭台銘 連個政府工事件都沒有 就秀想 燈不一天 整燈 賣了啦 你選不上的啦 呵 那個什麼也 那個 川普也沒選擇軍力啊 唉 這種選舉時代啦 就 那也沒有怕啦 他就是 人家來賓嘛 但他要跟他 跟他 要怎樣 跟他鬥 歡迎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 我是尹 乃金 好 我們現在呢 就是 呃 飛碟午餐 呃 第一次接扣印 為我們的實習生 哈哈 我們的實習生 呃 又榮 打造的扣印時間來了 然後在接著扣印之前呢 呃 我們來講一個啊 我剛網友上面熱烈的討論 然後我們謝謝這個 呃 帕扣的支持啊 然後 呃 是不是這樣念 帕扣 然後有位青年有位青年 講得好啊 他說 呃 帕扣是帕扣講的 這不好意思 帕扣 他說 他說郭侯寒朱身段不能遞 恩怨不能放 自私自利 黃論國家人民掛嘴上 押韻了 講得好 好來 台北許先生 您好 久等了 許先生您好 喂 乃金好 您好 嗯 是 這樣好 我很快講一下 因為我是 我其實 我現在40多歲 我是死中蘭 嗯 那我很快的講 你又歸了一個淚了 我以前只聽過什麼花蘭啊 什麼的 現在有人死中蘭 請說 死中蘭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我是完全 人就是戰鬥懶 嗯 但是呢 這一次的選舉呢 我只能用 簡單分類 民進黨的部分 嗯 我覺得他們就是土狼 嗯 他們讓人 的確是讓人討厭 但是他們真的夠團結 說得好 其實所有人都看得出來 對 國民黨呢 大家都覺得自己很強 我也 我有一個小小的解方 嗯 但是我知道 這是不可能 這是dejavu 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嗯 但是我必須說 一個 大家都覺得 重點都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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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的這個 侯 侯優儀上面 但是事實上 如果換掉一個人 就可以讓侯優 升勢上來最少5% 再換一個人進去 就可以多5% 總共10% 把朱立倫換掉 把韓國瑜換成主席 嗯 這個是最有效的方法 瞬間可以拉抬 因為侯優 他就是一個不會講話的人 也許他會做事 但是選民看的就是媒體報導 所以看的就是要 就是要看你會講話 韓國瑜會講話 朱立倫不但不會講話還扣分 所以您的意思是韓當主席 然後不換侯 不換侯 不需要換侯 換侯 國民黨就毀了 就拜拜了 以後也拜拜了 您這個講法 您這個講法也是國民黨裡面的一些人的想法 真的哦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潛伏的黨代表 哈哈哈 有可能是中常委 哦對不對 搞不好就是哦 對啊 因為他們在這個全代會裡面呢 他們那個提案呢 其實不是換侯 他們只是要先把這個中常會通過的徵招韓國瑜的案子 因為要交到全代會去等於是核備嘛 就通過嘛 他們把那案子退回 那你就說退回了那個案子之後 因為這個是你黨主席徵招 這都是你你你黨主席搞出來的嘛 所以他用換退回這個案子呢 然後就要逼 朱立倫辭職 然後朱立倫辭職 然後就是韓國瑜當黨主席 的確是這樣哦 沒錯 韓國瑜當黨主席 朱立倫沒有了 討人厭的不見了 郭台銘也會心服口服 因為他知道 這侯友宜配上韓國瑜 這是無敵 他也可以不用選 那他晉升 其實他不用支持他晉升就好 他不要講話 他的力量也消消滅 柯文哲也會怕 因為他知道哇 沒辦法 這次沒辦法 那他可能 那就會變成是 最後就變成是 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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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 保 而且搞不好啊 搞不好 因為韓國瑜呢 他這個人比較會拉勒 比較能夠搞 搞不好他當這個黨主席 跟柯文哲之間還比較有有的談 兩邊還反而比較能夠合作 因為現在朱立倫 他也是啊 他講了半天什麼說要藍白和什麼 你看這個就柯文哲的回應來講的話 這也好像他也 也也到底有沒有人去跟他談啊 他們到底談些什麼 好像也沒有沒有進展嘛 一鍋一鍋一鍋粥 廚師煮得爛 那重點老闆要換誰 當然是換廚師嘛 廚師不換 一直換其他 說其他東西 但廚師還在那邊大放厥詞 我我真的覺得這個國小 可能國中生大概都可以知道邏輯 但是就是因為這種官僚體系 好第三個我很快講一下 國民黨的部分就這樣 因為我覺得也不可能發生 但是我希望發生 第三個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他基本上呢很會講 但是呢我覺得他到後期 就會出現像之前宋楚一樣 開始放話 我今天要請誰當行政院長 我今天要請誰當立法院長 我今天要請誰當這個什麼什麼 選委會就開始所有的開始 那這些假設我今天是 喜歡韓國瑜的舉例 他說我以後一定會請韓國瑜 當行政院長 這些韓的會不會把票投給柯文哲 一定會 嗯就是說你現在如果不把他壓 把這些人 國民黨不把這些人集中起來的話 以後就看柯文哲在那邊 不斷放話 就在柯文哲表演了嘛 我想放誰就放誰 但是我只用講啊 我不需要真的 我真的當選手說他不願意 那就算啦 但是現在講就已經他 他有他們很有很有這個 很會操作啦 對很會操作 是 所以我希望我真的希望能夠 國民黨跟國民黨能夠深自檢討 尤其是朱立倫 他已經我不想講太難聽的話 我怕我也怕被告 但是說實在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拜拜了 你的政治三亞也可以結束了 你就去當了 只會當了考試院委員 或者是你考試院長就好了 嗯嗯 你一個薪水就OK了 OK好 我們也歡迎這個朋友呢 持續打電話進來啊 謝謝許先生的這個高見 我們把這個許先生的這個意見呢 我想大家都已經聽到了啊 呃 這好像他發出了那種個穿雲件一樣 我們的電話是0223 63 63 9955嘛 對不對 啊 023639955啊 然後那個 Patrick講說 鄭立倫呢 說得好 侯友宜個性不適合選舉 呃 朱立倫把這哥們弄出來 事先明 沒評估過嘛 但當 當時的確也是啊 當時的確也是 呃 在國民黨內的這個民調來講的話 他是侯友宜是比較高啊 雖然說這個侯友宜 呃 那個時候的身勢呢 是已經這個下去 下去了啊 可是呢 再跟這個 郭台銘啊 比較起來 呃 他還是高啊 然後還要再加上這個縣市長 呃 各方面啊 呃 立委啊 各方面的 呃 綜合起來 呃 所以還是這個 呃 還是這個郭台銘了啊 欸 大家沒打電話進來嗎 好 02363這個995啊 然後呢 我要再講一下 就是說 因為呢 事實上呢 國民黨今天呢 走到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啊 跟這個朱立倫呢 當初呢 決定要用徵招 而沒有真正的初選 是有關的的啊 你如果那時候呢 就是誠誠懇懇的 這個辦初選的話呢 呃 情況呢 就不會這麼的這個混亂啊 可是他之所以不辦初選 也是 也是候 我覺得侯友宜的因素也很大 侯友宜呢 他那個時候就是卡在這個 新北市議會又還沒有開議啊 然後呢 呃 他自己對於他的宣布參選呢 又諸多的考慮 就是想太多啦 想很多啦 如果今天這個國民黨辦初選的話 他變成呢 是要提前的啊 來宣布他要參選 那他就覺得他在這個新北市議會啊 各方面啊 民進黨的這個追殺啊 他恐怕就這一關呢 就很難過 但我覺得這就是失算啊 不過現在講這些東西呢 都沒有什麼太大意義了 因為都已經是過去式了 重點在於是說 接下來到底該怎麼辦啊 這個孝智威講的啊 也是這個 也是呃真正就說 嗯 你們也聽到了很多的這樣 類似的聲音就說 媒體天天打侯友宜 對於民調怎麼起來 不但是這個媒體啊 他就說藍營呃的人呢 也在那邊批評啊 所以就是把侯友宜都罵都罵笨了啊 嗯 這個我們待會兒再講 我們先接這個木柵陳先生的電話 陳先生您好 你好啊 請說 嗯 我是覺得說從 從民調上面看到的侯市長在做的事情 到後面落後成這樣子 真的國民黨真的是該打屁股了 嗯 嗯 那說句實話 那為什麼國民黨一直在避開一個 大家民眾最想聽的議題 廢死這個議題 執行死刑的議題 那再來 像台灣的詐騙集團這麼多 您說要大 您說要多談廢死是不是 對 因為我說真的 其實我我說不然是跟美國 你是說反對廢死還是主張廢死 欸欸就反對廢死 反對廢死 就是 侯友宜有講他反對廢死 你覺得力道不夠就對了 對但是要 就好像 呃王部長說的 他一上去就執行死刑嘛 嗯嗯 但是這是普世價值 因為我說真的 這社會不公不義太多了 嗯 那相對的 大家民眾所看的 說你們講那真實 我說真的 從 呃陳水扁 馬英九到到現在 台灣百姓沒有好過 更何況在台北市來講 柯文哲說真的 他這八年的五大逼案 逼到哪邊去啊 就是啊浪費大家的時間 還浪費了很多公堂呢 嗯 我說句實話 如果今天電商 如果是那個遠雄 他要告國賠的話 誰賠啊 嗯 因為從頭到尾當都沒有瑕疵的時候 你當初柯文哲給他打成這樣 又給他拖了八年的時間 對 這個費用上 我說句實話 如果上下交響 他跟柯文哲談好 我向台北市政府扯強20億 你柯文哲拿5億就好 其他我我拿 欸 這以上揣測 我在講 這種都可以做做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可惡的地方是 柯文哲沒有做事 他民調竟然能高 那台灣百姓在幹什麼 這是我常常在想的問題啊 是非常謝謝這個陳仙啊 嗯 陳仙那您是會支持 在這次選舉中 您會支持 我說真的 嗯 我說真的 看到剛剛國民黨這樣的時候 乾脆台灣就走到底 給賴清德 就一次一槍斃命 我說句實話 是 因為我覺得一個國家 當沒有一個國格 當沒有一個目標的共同 我們這個國家 這個政府不認識是這個國家 這個總統不認識這個國家 怎麼辦 對啊這就是悲哀啦 大家有共同的最大共識決嘛 這才叫個國家 不管是台灣獨不獨立 或台灣統不統一 不管 因為共識決出來 我們台灣才走出去啊 嗯沒錯 是非常謝謝陳仙啊 謝謝陳仙的意見啊 就是說他講的一個很重要的啦 就在於是說 國民黨你應該要對於你 呃堅信的這些主張呢 其實在那邊要談 而且呢要引導議題 不要這個沾個醬油呢就跑掉了啊 像這個有關於反對廢死啊 然後主張呢就維持這個死刑 其實應該是侯友宜的強項 而且也是侯友宜到目前為止 我看他在回答各種重大政策裡面呢 他講的最肯定的一個啊 因為呢以他這個警察的這個立場 他他當時講的也不錯啊 他就說他看過了太多啊 看過了太多 呃這些很殘很殘忍的 這個刑案的這個現場 你只要看到那些的這個現場 你想到這個被害人的這個家屬啊 你就會覺得說死刑 他是有必要性的啊 我覺得侯友宜應該在他呃 專長的和他相信的這個問題上面呢 是要去強力的這個主張的啊 你不能說呃 你今天提出來一個東西 一定有人反對嘛 那因為有人反對有人什麼的時候 你就又縮回去了啊 不可以不可以這樣子的啊 然後呃這個陸委會發言人他說 他講說呃他講什麼 欸對不起我一下跑掉了 他說嗯結論就是國民黨沒救 也是個乾脆好然後呢 呃對我再回答一下這個 孝直偉剛才講的就是說 太多媒體都在批評這個侯友宜 把侯友宜給民調罵低了啊 呃我覺得這個是呃 藍營的政治人物呢 要必須認清到一個一個事實 每一次每一個政治人物出來選總統也好 或是什麼也好啊 我都跟他們講啊 就說台灣呢只有綠媒沒有藍媒 他沒有藍媒他只有綠媒 就是說綠營的呃被認為 綠營的這些的媒體呢 還有這些的媒體人啊名嘴啊 他們把他們自己的呃在 在在這個社會上的這個呃地位 飛黃騰達好就都跟這個綠營的綁在一起了 你就不要講那麼好聽了 什麼什麼使命感什麼的那種東西呢 我覺得都被踩到都被踩到腳底了啊 就是呢當呃綠營當家的時候呢 他們就非常的會呃分工行賞啊 凡是有工人士呢個個呢都有位置做啊 你說在初期的時候呢我覺得可能在初期的時候都還保有的一些呃 因為國民黨因為國民黨畢竟他不是一個民主政黨啊 他這個長期的長期的長期的掌政政權輪替對於一個民主發展來講 才是健康的啊 就是早期的時候呢我覺得呃 跑綠就記者啦 呃還還還蠻大部分的都有這樣子的一個理想性 可是後來呢就越來越越來越等而下之了啊 那現在呢呃不只是綠營的媒體名嘴啊 然後呃電視台他們的利益呢就是都跟這個綠的綁在一起 有的有的就是就是而且我講的那個利益是很現實的利益啊 土地啊各方面的那種的交換的這個利益啊 那廣告真的還是小的了啊 呃就是那種利益都是深深的綁住了啊 不然你說為什麼這個海董啊就是三立的已經過世的啊這個海董 他在呃民進黨呢可以有一個南霸天的這樣的位置啊 因為他手上有媒體的力量 然後你看一個媒體可以成為一個派系啊 媒體分成一個派系海派 然後還可以提名這個呃中常委 還可以有掌握民進黨中常委的席次掌握這個立委的席次 真的是很誇張啊 那嗯但是呢沒有藍眉啊 雖然說有不少的媒體包括我在內啊 不少媒體還有媒體人啊包括我在內 都被認為呢是藍的或是偏藍的啊 可是你當這個呃國民黨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有該批評的地方說我們照樣批評啊啊 所以這是一個正常的這是一個正常的媒體工作者應該做的事情嗎 不是嗎啊 李登輝從李登輝時代開始的時候我們就是如此啊 李登輝時代的時候罵李登輝 陳明明時代的時候罵陳明明 馬英九上來的時候我們批評馬英九的也批評的沒少了啊 當然這個蔡英文的時候也是在批評蔡英文 你媒體你可以有你個人的一些的偏好 但是呢你在做評論在做報導的這個時候 第一個你不能偏離事實啊 第二個呢該批評的就應該批評啊 你本來就應該在在監督的角度上面嘛 那所以呢呃被人家被戴上什麼藍莓啊 或什麼這樣的一個帽子的時候呢 我覺得這這個就是這個只是這個只是 這個只是綠營跟這個綠莓呢 他在綠營的人綠莓呢這些名嘴呢 他們在幫他們自己開脫而已啊 事實上罵有這這批評國民黨的的力道 藍莓的少少了嗎很強大的齁 所以說藍營的政治人物呢就特別的吃力 他就不但要面對呢 來自於這個綠營的鋪天蓋地的追殺之外呢 他也要面對呢被戴上藍藍莓的帽子的這些人的批評 欸我們要進廣告啦 好好好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之後回到非碟午餐的現場呢 繼續跟大家聊我們先進廣告 馬上回來進廣告 哈囉歡迎回到非碟午餐的現場 我是尹乃金 謝謝剛剛聽眾朋友這個扣印進來啊 表達您的意見讓我們的 呃聽到了很多真的是很精彩的呃觀點啊 然後也讓我們的呃佑榮呢 有接扣印的實習經驗啊 謝謝聽眾朋友啊 那我們就我們剛剛呃如果下一次 好沒打進來的這朋友呢 下一次呢呃還是歡迎大家呢扣印進來啊 嗯就這樣好我們今天就先電話到這邊啊 好因為我們剛才講了也就是我們從十二點二十分到四十分這一段呢 來接聽眾朋友的這個扣印啊 歡迎您下一次我們在開扣印的時候 打電話進來跟我們聊天啊好 欸我要提醒一下哈就是天氣的天氣的部分 呃就說颱風啊在周末七成有七成的生成機率耶 所以呢呃 他的因為他的環流的範圍呢擴大了啊 呃周六到下周四受外圍環流的影響 呃迎風面東半部呢有短暫震雨 西半部呢也有也持續有雷雨啊 這是賈欣欣說的啊這個氣象專家賈欣欣 他說明天呢因為菲律賓東方外海 就來聽低吸壓的有發展的趨勢 所以周六和周日呢在南海北部 有六成到七成的機率增強為颱風 周六到下周三啊受到低壓帶水氣移入的影響 花冬還有這個屏東有局部短暫震雨 周日下周一苗栗以南有局部短暫震雨 其他地區午後有局部短暫震雨 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說因為周六周日 他如果颱風有生成的機會 大家要注意那個環流還有那個下雨的影響 如果您有規劃一些因為現在放暑假了嘛 如果有規劃一些什麼西的在西邊的這個活動啊 去登山的這個活動啊都要注意那個下雨啊 以免呢突然的這個豪大雨啊暴雨啊 會造成這個這個水位大漲啊 溪流這個暴漲這個會非常的危險的啊 好我們來繼續談這個選舉啊 嗯這個剛才這個前期 陳仙啊木炸的陳先生講說 嗯如果說再這樣子亂下去啊 就藍硬再這樣亂下去啊 乾脆投給賴清德算了啊 真的很多人也是這樣講啊 這個陸委會發言人他說呢 投給賴神對岸阿公其實也很難辦啦 嗯賴曹之衛說 作為大陸人我是很希望賴獲科當選 繼續幸福 八年台灣真的嗎 你的意思你在說反話嗎 是不是 這個金融盤石說 趙先是最能夠深刻的領會 李登輝李先總統 因為他過世了啊 李先總統登輝如何騙老共的人才 趙作黨主席一方面可以廢除九二共識 重新談二三共識 二可以聯合反共欄反共牌下架反共 對嗎這也蠻有趣的哈 Aaron說兩安全核能安心人民安心 三安政策兩岸安定核能安全人民安心 我覺得你這三安政策呢真的講的不錯哈 而且呢我覺得還蠻蠻像侯友宜的調子 我把它記下來記下來記下來 兩岸安定核能安全人民安心 好好做事情好來三安政策 我覺得還不錯好 好William徐他說柯P的資源比藍少 為什麼他民調高因為人家有魅力啊 川普在怎麼爛他他能當選也是有魅力 或者就是沒魅力必敗無疑啊 嗯 蕭茲威就問William 他說那是選一個有魅力的人和網紅當底嗎 還是選一個做事的 我跟你說真是沒有辦法的哈 這個William徐講的很對 就說現在這個選舉呢 你就是你候選人呢 你要有這個Christmas 你要有魅力 你總要給我一個投 要我投給你一個理由嘛 那嗯 川普呢他也很爛啊 就亂七八糟的一個人啊 這個人格品格性格都很糟 但是呢他很有點啊很會演啊 就是像這個藝人一樣明信一樣 我跟你講這是沒有辦法的 我們都知道要選一個做事的人 可是呢自從呢電視出來之後 自從有電視辯論之後呢 他就改變了整個的選舉風貌啦 所以像甘乃迪跟尼克森的那個時候 在美國他就就是一場 這就是政治選舉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啊 嗯 這個甘乃迪年輕瀟灑 你就選擇 你就選擇這個尼克森呢 看起來那個樣子呢就猥瑣 否則這個尼克森 他是搞了個水門愛沒有錯 可是尼克森真的是一個 他就是像曹操那種 枭雄般的人物 他是有大戰略大謀略的啊 但是他的就是 他的性格 真的性格在操作上面呢 是扭曲的啊 金龍磐石為什麼你說你是最能鬥 啊對 因為你講的東西都很不錯啊 最我開心的人啊 再次謝謝這個 這個Poco Paco是不是這樣捏 還是Poco啊 嗯 他謝謝你的支持 他說柯P是社會潛蝶文化的象徵 大家忘了嗎 嗯阿扁有夢最美 的風潮啊 謝謝你說主持人更多人辛苦了 也謝謝大家這個網友的這個支持啊 好我就說 那選舉政治現在就是沒有辦法啊 你呃 電視出來呢 就改變了啊 電視辯論就改變了選舉的風貌 以前那個小羅斯福總統 他是有小兒麻痹的啊 然後呢 他都他都從來 他都不在 呃公眾的 就是他在這個公眾的 他們因為那時候沒有 大家沒有搞電視的這個 沒有搞電視的這一套啊 所以呢 他的這個廣播的爐邊談話 非常的打動人心 那人家看不到 看不到他的人啊 啊 你知道嗎 在這個小羅斯福這麼長的任期裡面 其實很很大部分的很大部分的美國人 是不知道我們的總統是小人麻痹的 然後呢 呃 他們就不會拍這個小羅斯福 這個小羅斯福坐在輪椅的場合 啊 然後他 呃進出的時候 我 我看到這個有一些的這個 紀錄片啊 我講的不是 不只是電影啊 看像有一些的這個紀錄片片段 對 因為那個小 那個羅斯福總統呢 他他小人麻痹 他那個 組著那個拐杖的話 就是 組著拐杖 這個行走 然後呃 比如說 他會被 美光燈舉起來的那一剎那呢 都是他 比如說他走過來的時候 放下了這個呃 放下了他的拐杖啊 移開來之後 大家看到的就是一個 他可以站在那邊齁 站在那邊呢 正常的 哇 這個呃 英姿勃發的齁 然後對於國鎮呢 侃侃而談的這個羅斯福 然後我們在呃 一些重要的會議啊 重要的呃大的齁 不管是呃 美國國內的或國際的 這個常常看到那個畫面 都羅斯福都已經是到 就定位的時候 才跟大家見面嘛 那現在的呃 你不要 你現在呢 不僅是電視出來了 這麼多這麼多的呃 新媒體 他也改變了 大家在回應的 回應的這個時間點 和應變的這個能力啊 就是說 你過去在只有 還沒有這個 還沒有這個網路時代的時候 呃 我就 我就不要說三 老三台的 的電視 無線電視的時代了啊 有線電視的時代呢 其實他就已經改變了 你以前 新聞就三節嘛 然後我們報紙呢 就是呃 以前還沒還沒晚報呢 就是個日報 你什麼那個事情呢 你白天在 你白天再 再弄就好了 以前有晚報啦 就是說更早之前的時候 呃 當然還是有什麼民族晚報啊 大華晚報啦齁 但是呢就比如說 自立晚報 聯合 晚報 中時晚報齁 那晚報時代的時候呢 呃 你 中 中午出來這個新聞一次 你晚上 呃 你下午回應 你第二天見報你才知道嗎 不是這樣嗎 齁 那到有線電視時代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齁 有線電視時代的時候 你就變成是 時 常常你都要這個回應 這個新聞啊 可是呢那個回應的那個時間呢 可能你一個小時以後 或者是什麼的話 呃 兩個小時以後 大家已經覺得你反應的算是快的了齁 現在不是欸 現在是這個新媒體時代大家網路隨時的新聞隨時出去 這簡直是緊張得不得了啊 這個分秒必真了 你在這個當下 我今天還在跟我們的那個實習記者 呃 實習生 他不是實習記者 我們的實習生呢 在那邊講 就是說 新聞媒體的這個處理等等啊 就是 我今天 呃 比如說我 我要開一個記者會 我有一個緊急的一個什麼事情呢 我要回應啊 那我希望呢 呃媒體呢 有時間能夠報導 但是 卻不要讓其他的啊 我可能提出來的東西 其他的相關的這個單位呢 在第一時間呢 就把我給打回來的話呢 那我就要操作那個 新聞發布的時間 比如說可能是 十一點 因為十一點的話呢 那你就在這個呃 可以趕到五報啊 就十二點鐘的 呃五間的這個新聞 你一方面呢 可以讓電視台這些記者呢 有時間來去呃發新聞啊 但是啊 因為他的時間很趕 他就比較 他就呢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機會 再去問相關的 被我打到的其他的人的這個反應啊 當然你可以同時部署很多組啦 要看這個新聞到底重不重要 但是無論如何 他會是以你主 是你可以 你可以佔到比較多的主控的優勢嘛 好那 回應的部分呢 就佔的篇幅就會比較小 甚至於根本大家來不及回應 那等到下午再說 那可是現在不是啦 現在那個隨時的這個網路 什麼這樣一直播 你直播完我這邊 我這邊比如說金 比如說這個呃 鄭麗文這邊講說 啊要換猴了 要猴下 韓上 很快大家就會去問 就會去問黨中央的反應啦 就會去問侯友宜的那邊的反應啦 就會去問 如果能問到的話 就去問韓國語的反應 因為各方的反應 能問到的就去問啦 好 那就是分秒必真了喔 所以就很快很快 所以你如果沒有辦法 在第一時間處理過多 這麼的狀況的話 你就會顯得好像這方面的能力很不足啦 呃 然後 呃 這個 這個就會 這個就會使得這個 你要求穩 好 求不出錯 好 那你就會看起來呢 應對能力很不足 你什麼事情呢 你都要 你都要的 到有有 呃不要說十拿九穩 甚至於要九成五以上的 你才要回應的話呢 你就覺得你的能力是不是有問題啊 這個換藥案呢 就是一個很最典型的一個例子 他們沒有在 他們在第一時間其實就有掌握了 可是呢 整個的回應呢 就是太慢了 然後再加上呢 侯友宜呢 是警察出身喔 他以前呢 都是這個 檢調指揮警察辦案嘛 那尊重檢方的這個調查權利 所以呢 當檢方呢 一進入到檢方調查的時候 他們就什麼都不說 你什麼都不說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 你是不是狀況外啊 就逼著你道歉啦 你就不知道說 這件事情呢 在對於家長來講 呃 多那麼的焦慮 而且這個議題呢 多好炒作啊 嗯 這就是侯友宜的這個問題啦 好我們來回應一下 就是說我自己很想 呃 談的這個問題啊 就在於是說 嗯 如果 如果這個呃 柯文哲他就是 他當選的話 他要去提名民進黨的人啊 嗯 擔任 葛魁的話 那你們還要支持 大家還要支持 這個呃 柯文哲嗎 我看到 有 有這個網友就提到說 其實柯文哲 他本來就是 綠的啊 他說 他說 浩 浩 胡 他說 柯文哲承認自己是默綠的 他以前啊 他以前在選這個呃 他不是民進黨的嘛 他是以這個呃 武黨籍的身份 第一次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不是得到 民進黨的支持嗎 有啊 他說他自己就是綠的啊 嗯 嗯 好 然後還有就說 這個 嗯 金融磐石 講說 誰認為侯友宜不會講九二共識 也就是太嫩了 作為這麼多年國民黨員 怎麼會不會 講幾句鬼話 是不能講講了 怕 白綠選民跑了 民調更低 不過侯友宜現在也沒什麼白綠選民了 哈哈 就是說 侯友宜他現在的 的問題就是國民黨的支持他的人啊 就是 也只有五十幾六十幾 就是很低啦啊 我就說侯友宜 當初你們講的沒有錯啊 當初就是因為呢 他有帶點淺綠淺綠的這個色彩啊 所以他在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兩次一次大贏蘇貞昌一次大贏林佳龍啊 就是選民吃這一套啊 就新北選民吃這一套 但是你到了這個總統大選之後 大家都會歸對的啊 大家都會歸對的 所以你就沒有這個空間了 再加上呢 你被徵召出來那個時間點 你的民調已經往下掉了 你已經掉 已經掉下去了 你當你已經掉下去的時候 當然要先顧基本盤啊 所以現在就是 麻煩就是麻煩在這個地方了 轉身有天常說 馬英九就是包裝出來的偶像啊 是啊 但是馬英九呢 他真的是一個 我已經講了好幾次 馬英九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候選人啊 就一個候選人來講 做個領導人來講 我覺得他的決策有過於瑣碎 格局不夠大的問題啊 還有很多問題 可是作為候選人來講 非常的好 認真用功程度好 好 然後呢 他也聽得盡啊 一些不同的這個意見呢 反對的意見啊 就是非常好 而且呢 他的確是真的還還蠻帥的啦 嗯 欸現在還有點時間嗎 我要再學一次給大家看嗎 呵 就說 馬英九呢 他的口才也不好 他不太會大型演講啊 大型的演講 然後他 可是他那時候 可是因為他魅力很夠嘛 他那時候在出席這些造勢場合啊 或者是國民黨的這個活動的時候 他一來的時候 哇現場大家就尖叫啊 很多女女生啊 那邊講 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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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一上去的是 大家講話大家就沒聲音了啊 就是就 因為很無聊 然後他下台的時候 去那邊講 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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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狂熱啊 嗯 就馬英九的條件是好的啦 所以說 當初操這個馬英九的盤呢 是輕鬆的 因為馬英九的個人 條件 形象各方面呢 都大於國民黨 但是現在的侯友宜呢 他比國民黨小太多了 就愛點你 UFO